最近经历的动荡和涨落好像有点多呀 未来市场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相对确定可以预测的吗 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 短期影响最大的事件可能就是美国大选了吧 美国历史上有9位被刺杀的总统 而特朗普似乎还没有上任就着急的领了三次暗杀未遂 但即使这样未来可以说依旧不明了 9月20日的美国民调显示 哈里斯目前在美国的支持率领先4个百分点 但其优势幅度还在误杀范围内 最近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又开始领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接说 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之争 是本世纪以来最势均力敌的一场 任何一个方向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天差地别的结果 那么半个月后见分校 两种不同的结果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呢 这边特朗普计划将其减税发展传统能源 并宣称一天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 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并促进俄乌双方进行谈判 而那边哈里斯在计划要增税 提倡环保主义减少化石能源使用 并宣称坚决支持乌克兰 提供15亿美元援助 世保公平持久的和平 对于这些政策主张 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对其可能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 做出预测 特朗普当选则传统能源 加密货币金融概念可能上涨 清洁能源医疗概念则会下跌 而哈里斯当选则刚刚这些就会反过来 这样的一侧等于没说 因为两个人的胜率目前来看55开 等结果出来就晚了 根本无法提前做出防备 其实如果非要找一个相对的确定性 我看了各大主流媒体对大选影响的评论 大家的普遍结论是黄金 具体看一看 根据他们的分析 特朗普这边很好理解 8年前他与希拉里的总统竞选胜选后 黄金便出现大涨 在他上一个总统任期内 受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的影响 黄金价格上涨超过了50% 某金融机构对其的评价是 如果特朗普这次胜选 全球地缘不可控的风险就会加剧 黄金价格或上不封顶 而哈里斯那边也很好理解 其对俄乌战争的支持 无疑也在稳步增加世界越来越乱的趋势 那么这也将导致黄金继续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 这边是缓步上涨 那边是上不封顶 无论是谁获胜 世界也都将更乱 如果看不准两人谁会当选 那么选择买黄金是个不错误的选择 其实如果看表象 也就是看市场 看局势 我还是不敢笃定什么 老一辈的经验都说 乱是买黄金 近些年 各国央行也都在悄悄增加黄金储备 金价抬升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就是央行购金 战争确实刺激了金价上涨 但是较俄乌战争之前 黄金又涨了超过50%了 现在到底是一个历史糕点即将跳水 还是下一轮涨幅的开始 我们把金价拉开到一个稍微长的时间维度 自上海黄金交易所2002年成立以来 在过往的20年中 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 也仅有4年出现负收益 但是其中也有一年跌了28% 原因是次贷危机后 美国经济的复苏 以及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而引发的 一连串市场行为 而且类似的 房价在过去的10年涨得更快 大家过去也一直以为 中国的房价将永远涨下去 现在看就是个大泡沫 那么金价会不会也已经离谱了 毕竟黄金的一大传统作用是抵御通胀 而现在全球经济疲软 都快有通缩趋势了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即使是各国央行这样的高层决策 在历史上做出正确预测的次数也不多 当最近看到很多财经评论 对未来的唯一确定性聚焦到了黄金上市 我也想研究研究 看这里到底有没有炒作和泡沫 黄金是否安全 我觉得还是得拨开市场 这个容易被表象以及情绪左右的东西 从更基本的物理特性 以及人的生物学特性 去看看那些人云亦云的确定性 是否真的存在 当然我也只能基于历史 作为一个趋势和概率的感受 金融领域我很不专业 请我以视频里的观点 做现实的投资参考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提到过 金银天然非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人类很多主要文明对黄金的最初需求 其实并不是货币需求 其中有一段漫长的演化历史 当史前部落对某种物品的生产 有剩余之后 原始的物物交换就出现了 但这些东西都跟生存息息相关 所以最初的双方所交换的物品 并没有确定的价值概念 可能对于能否活到明天的物品 人也不会计较它的价值多少了 我要饿死了 你有多余的吃的 我有什么都给你换 但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 生产力提高 剩余物品更多了 物交换变得频繁 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你想用家里多余的小麦换头猪 但有多余猪的却不想要小麦 它想要斧子 所以你还能找有多余斧子 且需要小麦的人 这样的交换 效率低下不说 很可能还不成 且多少小麦价值一头猪 多少小麦又能换一个斧子 斧子和猪又怎么交易 在大家交易的并不是 攸关生死的东西时 交换笔就很难达成共识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 大家都认可的 可以交换所有物品的东西 记住这一种东西 和所有商品的交换笔 就能完成复杂的交易了 显然这就是货币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 适合作为货币呢 过去贝壳 肉 穀物和工具 都当过这种一般等价物 但贝壳分布极其不均 还易碎 肉和穀物都有保质期 扛着一大堆斧子 去别人家不禁累 还吓人 这时候黄金就出现了 人类对黄金的记录 最早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四万年的 旧世纪时代晚期 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 某个部落的猎人 在追踪一头鹿时 偶然在一条河边 被一颗亮闪闪 反射阳光的小石头吸引 这颗小石子 不同于他之前 见过的任何石头 他挺沉的 闪烁的光很像太阳的颜色 回到部落后 他将这颗其他的石头 展现给左人看 尽管他不能冲击 也不能制成工具 但他反射的光芒 特别妖言起目 有人甚至认为 这是太阳的一部分掉下来了 通过人脑想象的宗教 在农业诞生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部落的基斯 就对这颗石头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 这个小颗粒 乃是太阳神的眼泪 这个惊天大发现 逐渐传播开后 其他部落的人 也跑去那片河流 寻找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将其视为最高级的能量来源 被当做宗教用途 这就是黄金 与后来别的金属的一大区别 同时 当后来各种别的金属 也逐渐从矿石里被冶炼出来后 人们也发现 相对于别的金属 黄金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 即使同样稀有的白银 也容易因氧化而失去光泽 并产生污迹 而黄金则极其不易氧化 这也是很多纯黄金 能够在大自然里直接存在 不需要冶炼的原因 所以 金很可能是人类最先发现的金属 能长期保存就是永恒的象征 加上其独特耀眼的光泽 这使它一开始就与宗教和权力强相关 当然那时的人类不会知道 我们身体的主要成分 碳 其实是来自太阳这样的恒星的 而黄金则来自更大能量的天体 作为一种重元素 黄金的原子叙述是79 也就是它的原子核里有79个质子 在宇宙中 想要形成这样一个原子核 需要极其强大的能量和温度 类似太阳这样的普通恒星内的核聚变 根本做不到 只有当超行星爆发 或者中子星碰撞或者坍缩 释放巨大的能量和大量的中子时 才能形成更重的元素 原子叙述越大 形成需要的能量也越大 黄金便是在这种过程中形成的元素 正因为黄金产生的条件如此苛刻 也就决定了它在全宇宙范围内 都属于稀缺资源 不像钻石还可以人工生产 黄金只能来自于宇宙深处的 巨大能量爆发 当人类发现黄金之后 也很快意识到了它的稀缺性 起初黄金的用途 仅限于做装饰品和宗教仪式 但随着宗教越来越多的沦为统治工具 黄金也就与最高权威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用这东西去换别的物品 大家都认可不说 一点点黄金也能换来大量生活所需 且这种物质作为一般等价物 比起备科 食物或者工具 有着潜而易见的优势 它能够长期保持不变 性质稳定 相对于其他常见的金属 其溶点较低且延染性强 很容易被塑造成各种形状 再加上它的稀有性和独特的外观 很快就成了最理想的货币 于是黄金在各个人类文明间 很快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人类掌握了金属冶炼制造技术后 东西方文明不约而通的将黄金铸造成货币 西方有金币 东方有金钉和金元宝 作为交易的媒介和记账单位 这便是金银天然非货币 货币天然是金银 当然黄金并非唯一的铸币金属 银和铜也是铸币的常用原料 这三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上排成一线 也绝非偶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世界各地采用的 都是金银铜并用的副本位制度 比如清朝向列强支付的战争赔款 用的是白银 马关条约中 日本将大型赔偿的2亿3000万两白银 先是去欧洲换成了黄金 然后采用黄金购买英国的战舰 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种金银并用的副本位制度 有一大问题 其各地区的开采 质币成本都不相同 使得金银币的质量和价格无法统一 金银铜之间的兑换比例也各不相同 当人类交通能力越来越强 远距离交易越来越多以后 不同地区间的交易就会显得极其混乱 再加上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 再加上当时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 也让商业活动大幅增加 人们远距离贸易需要携带大量的金银 运输麻烦不说 更重要的是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 航路上别国的皇家撕裂船和海盗风起 让其在国内和殖民地流通 以提升交易的便利来促进商业发展 但纸币没有内在价值 其价值就在于政府和银行认这些钱 用着纸币可以交税 但对于人民来说 政府一直法令就可以不认这些纸 而且这个银行甚至政府能存在多久还是个问题 更远的说 印度一个茶农会因为西方一个没听说过的国家 可以用纸交税 就会接受英国人用这种纸 买走他辛苦种了茶叶吗 因此纸币在发行之初就面临信任问题 解决金银币质量和纸币信任这两个问题的人 就是传说中被苹果砸了的那个人 艾萨克牛顿 1696年 牛顿成为皇家铸币局局长后 用三年时间对铸币机器以及制造流程进行了改善 为整个英国的金银币质量定下了标准 随后 牛局长面对发行纸币无人使用的问题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 即将英镑纸币的发行与黄金储备挂钩 并规定了黄金与英镑的固定汇率 一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 17县令 10.5便士 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这个汇率 在英格兰银行将英镑纸币兑换成黄金 牛顿的改革 一则可以消除西欧不同地区间金银价格的问题 二则可以提升纸币的信用 当殖民地人知道 这个纸币 英国人会当金字对待后 也就愿意接受了 英国也因此实质性的进入了金本位时代 随后 工业革命在欧洲如火如托地进行 蒸汽机的轰鸣充斥大街小巷 生产力的提升 使得文明之间的交易更加频繁了 全世界也随着英军的火炮 被迫卷入这用金本位计量的交易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 英国颁布金本位制法案 从法律上进一步加强金本位制 纸币英镑与黄金挂钩 法典上清楚地写明 每亿英镑等价于7.32238克纯金 换算下来 一盎司黄金 依旧等于3英镑 17县令 10.5便士 这和牛顿在100年前确立的 黄金英镑兑换标准 好理不差 英国金本位制的出现 极大的稳定了英镑的价值 因为英镑的发行量 必须与英国的黄金储备挂钩 而黄金又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贵金属 其虚强性和稳定性 使得英镑有了坚实的背书 全球各地的商人 再也不用担心货币贬值 于是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把自己的货币兑换成英镑 进行贸易 英国凭借这一制度 迅速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 英镑也成为第一个世界货币 随后 美 法 澳 俄 陆续转向金本位制度 各国仿照英国的标志 将货币与黄金挂钩 形成了国际金本位制度 这为全球化贸易提供了金融基础 带来了工业革命后 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然而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 生产力再一次显著提升 商品产量大幅增加 此时 金本位的弊端就出现了 它限制了货币供应的扩张 因为货币发行量 必须与黄金储备对等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通货紧缩 有限的货币难以满足 急速膨胀的交易量 商品价格下跌 也让大家更倾向于囤积货币 而不是花出去 于是 恶性循环 导致经济发展严重受阻 在资本主义世界通货紧缩的压力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金本位制度也受到了致命打击 因为各国为了筹集巨额的战争经费 开始大量印刷纸币 但在金本位制下 大量印钞的后果 就是金库将很快被人们拿着钞票对空 于是 各国政府情急之下 直接禁止了纸币与黄金的兑换 这立刻引起恐慌 导致纸币疯狂贬值 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了 民间市场金家飞升 一战结束后 一个问题摆在大英帝国面前 是否要将英镑与黄金的兑换 恢复到战前水平 即1盎司黄金可以兑换3英镑 17限令 10.5便是 如果恢复到这个兑换水平 可以维持英镑的幸运 英镑就还是世界货币 英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就仍是领导角色 但此时 英国本身的实力早已江河日下 黄金储备严重不足 若此时让英镑与黄金再次强行挂钩 只会导致人们纷纷用持有的纸币 来兑换黄金 进一步掏空英国的黄金储备 就这样纠结反复了10年后 时间来到了1929年 全球经济大萧条 成为压垮金本位置的最后一根稻草 各国经济陷入困境 失业率飙升 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能大放水 英国最终彻底放弃了 实行了数百年的金本位置 各国也相继退出了金本位置 不久 二战的烽火 因为一战的各种遗留问题 再次燃起 各国的货币体系 也因为战争的摧毁而陷入混乱 对彼此的货币 甚至对自己的货币的信任 荡然无存 于是美国看准时机 在战争胜利后 凭借其战争期间积累的财富 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向全世界推销美元 声称 只要各国使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 美国就保证 将其丰富的黄金储备 与美元挂钩 美国确实有这种底细 二战中 美国本土没有遭受战火的侵袭 反而通过出售军火和物资 赚来了全球超过75%的黄金 几乎全世界的黄金 都流入了美国的金库 且 其军事实力确实能保住这些黄金 在这种背景下 1944年 美国召集了44个国家 在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核心内容很简单 美国政府承诺美元与黄金挂钩 任何时候 只要持有35美元 就能在美国兑换1盎司黄金 这一承诺 将美元推上了全球货币的宝座 成为了继英镑之后的第二个世界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然以牛顿的金本位制度很相似 但里面藏了一个重大的区别 之前的金本位制度 是各国所有的货币 都与黄金挂钩 形成世界货币体系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 实际上是美元本位制 即美元与黄金挂钩 而其他国家的货币禁止于黄金挂钩 只能与美元挂钩 这看似细小的区别 导致美元实际上取代了黄金 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媒介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和庞大的黄金储备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 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然而金本位制瓦解的历史 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上 再次重演 随着冷战的加剧 以及美速争霸的加速 美国逐渐显现出 其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极大的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 比如越南战争 耗费了美国8000亿美元 换算下来 大约就是6万5000吨黄金 但为了维持战争开支 储备按照兑换笔 只允许美国发行10亿美元的货币 但美国强行选择发行20亿美元会怎样 首先纸币的大量超发 肯定会导致美元贬值 但纸币需要流通一段时间后 才会开始贬值 也就是它把钱花出去以后才会贬值 那对美国来说 它用自己多印的10亿美元 已经以原来的购买力 换取了别国实际的商品和服务 等到这些多余的美元 到达世界其他国家后 人们才会突然感受到 世面上的美元太多了 这时美元的购买力才会被稀释 然后他们就不能以原来的价格 来换美国的商品了 但此时可以说美国已经通过印制 获取了其他国家的真实财富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美元的超发 导致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 承担了美元贬值的后果 而美国则通过这种方式 实现了战争成本的转移 也就是全世界都得为美国 打响的战争承担成本 欧洲国家显然不会坐以待毙 眼看着美国疯狂应酬 法国政府率先发难 要求用自己手里的大量美元兑换黄金 这一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 其他国家纷纷效放 开始向美联储兑换黄金 美国的黄金储备因此急速缩水 1962年至1970年 美国的黄金储备 直接从全球的75%降至不足25% 那时美元的权威来自它能兑换黄金 而大家真的开始用美元换黄金的时候 全世界很快发现 可能美国的黄金都被换完了 全世界可能含有过半美元 这些美元因为换不出黄金 将变得一文不值 而美国政府也将因此失去所有信用 1971年8月 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服务 彻底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 这一决定震惊全球 随后美联储宣布美元贬值 美国政府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 让全球形成了依赖美元进行贸易 结算和储备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现在美国突然宣布不履行承诺 不玩了 全世界人民才意识到 自己手中的美元可能只是毫无价值的废纸 但以美元作为结算工具的全球贸易体系 已经运行了20多年了 不可能突然其实不用 于是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时间差 利用武力快速控制石油的产出国 强行规定这些国家卖石油必须收美元之后 全世界还是得小心翼翼的用着武力支撑的美元 但显然这个体系更加脆弱 一旦美国的武力和实力衰弱 国际货币体系将再次图功瓦解 而如今这个时间似乎已经越来越近了 纵观人类的历史 国际货币体系会随着全球霸权的更替而变迁 从英国主导的金本为制 到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 国家货币的信用是有限的 随着全球霸权的转移 其货币的稳定性和价值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但黄金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并未因此消退 相反 黄金作为终极货币的地位从未被动摇 其价值始终如一 这便是流水的霸权铁打的黄金 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大量购入黄金 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应对通胀风险 但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各国正在通过购金的方式尝试去中金化 黄金的定价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其价格不再仅仅根据通胀或者利率的变化而定 黄金的价格上涨 正逐渐反映出全球对美元作为价值储备功能的怀疑 可以说黄金不再仅仅是防范通胀的工具 如果仅仅是为了应对通胀 黄金的价格早已过高并形成泡沫 但如今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美国自身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出现了弊端 其实力正在相对下降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资本积累赚取利润 而利润的存在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这些少数人没有消耗过剩商品的需求 大多数人又因为没有财富而没有消费能力 进而引发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经济活力 也暴露了其制度的不稳定性 在军事上 美国对其他国家已不再具备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且在各种新能源崛起的背景下 石油作为工业秀业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动摇 美国政府通过武力控制石油资源 确保的美元地位也岌岌可危 与此相应的 黄金已经逐渐成为各国应对全球货币秩序崩溃风险的关键防范工具 大变局必然伴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的巨变 正如各国央行行动所表明的一样 黄金已经成为应对美元信用消散的重要工具 作为一种信任的最后堡垒 从底层逻辑上讲 黄金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货币功能 而在于它超越了人类对单一国家和强权的依赖 成为一种更稳稳固的全球性信任共识 其定价不再仅仅取决于通胀或者利率等 也取决于大家对世界货币体系巨变的恐慌程度 显然这一巨变还在初始阶段 那黄金的价格上涨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而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 同样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加不确定 稳定增长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 希望阵痛的巨变之后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好了以上内容我再次重申 只是我的一个超远期的趋势感受或者说瞎想 时间尺度在十几年甚至上百年 远超一般投资收益期望的时间 切勿作为投资收益的参考 感兴趣了各位还得自己做专业深入的研究哈